嗨,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嗨,我是柯宇哲 那今天很開心邀請到宇哲來這邊 跟我們一起做一個訪談的節目 耶~~ 好綜藝喔 超綜藝 然後,其實主要就是因為宇哲他最近剛發了他的首張單曲 對,首張嘛,對不對 對,所以鎮熱的 OK,那這個影片主要是要來跟宇哲聊他整個編曲製作的過程 你怎麼樣從無道友去把整個歌曲生出來 嗯 那麼我們會有下一支影片是聊整個執行製作的方面 嗯,那麼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盡期關注一下 那馬上進入我們後面的訪談吧 對 那麼首先我就要先問一下宇哲 你是為什麼會有萌生這一首創作的一個想法 就是怎麼會創作這一首歌曲 OKOK 其實我那個時期的創作方法都是 突然會有一個小片段 然後我就會急著把它錄到手機裡面 嗯 通常我的那個時期的創作都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創作的 不好意思我先我先我先問一下就是 你彈吉他多久了 我彈六七年 那你是大概在什麼時候開始就是想要創作這件事情 其實一直以來都很想要創作 那時候在很久之前我記得有一些大吉貝 第16屆吧 那一屆大吉貝其實我就有比那個 大專院校吉他邀請貝是一個很久以前的比賽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其實就 他們那時候剛有剛選創作這個主編 那那時候就是心血來潮 一直很想嘗試寫這種東西這樣子 演奏的嗎 演奏的啊 可是那時候真的是很失敗就是 所以你有去 我有黑歷史 你有去比過你的創作然後但是你覺得很難啊 真的超慘 因為我那個創作是硬生出來的 而且超趕的 我到最後一刻我其實還沒有定案 然後 寫到上去多久啊 真的寫到上去應該很 一個禮拜 也太趕了吧 很完整真的是一個禮拜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真的很趕 我實在還是不敢相信這樣 真的是很好玩的一個經驗這樣 他還蠻有趣的啊 就是 所以大概是第幾年的時候 16屆 欸我現在講大家會不會跑去搜 無所謂啦 不要搜喔 無所謂啦 16屆 就是沒有我是說你第幾年 你說開始比大吉倍嗎 就是彈吉他第幾年開始嘗試創作 那個應該是 應該你4年 所以 4年左右 4 3 4年左右 那是你第一次嘗試創作嗎還是 那個就是我第一次 對就是第一次 對 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其實是我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 說實在彈吉他這麼久 我自己也知道其實 說實在吉他不是那麼容易入門的一個樂器 沒錯 然後更何況你要做演奏 演奏的門檻又比較高 對 不論你整個操作技法上面 練手指頭的靈巧度 絕對是要更高 對啊 所以其實很多 就我知道的很多人 包括學生啊 教啊 什麼的 就是其實練到後來很容易陷入一個狀況 就是 好像練沒有一個鏡頭 然後會很容易陷入一個迷思 就是覺得自己好像永遠不夠 對對對 就會很不敢去嘗試創作 想創作這件事情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剛剛問就是想要了解說 你大概花了多久時間 才去做創作這件事情 我懂我懂我懂 其實蠻久的啦 我老實說 三四年 對啊 不長不短 可是其實我覺得算 中 對算中 前中 就是沒有到太久 了解 我覺得到沒有到太久 因為像 可是我的話比較不準啊 就是我的話 我從 國中 左右開始接觸 啊當然我是彈電吉他啦 對啊 我一直到了大二大三左右 才開始接觸 Finger Style 對然後才開始練 然後一直到了前兩年三年 才 才接觸自己的第一張演奏的 木吉他演奏的東西 對啊 所以 我的整個狀況又更久 更久一點 對啊 前面大部分比較像是在做樂團 然後幫 主唱會寫歌啊 或是誰會寫歌 然後幫忙編劇之類的東西 樂手 對啊 對啊 那這首歌的由來是 對 離題了 不好意思 這首歌的那個動機是 有一天我在奶奶家 就是我有時候去奶奶家 我會拿吉他 因為有時候去那邊就是 不知道做什麼事情 但又想要在那邊這樣子 回老家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就帶了吉他回去 然後 因為有時候會有小姿子 在旁邊玩 就是我們大… 我們是一個大家庭 就是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些小朋友會跑去那邊玩 然後那個狀態就是我 在他們在玩的過程中 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欸 我們小時候 因為我以前其實也是奶奶 爺爺奶奶代大為主 然後我也是跟我表妹啊 就會 就會在旁邊就是 在老家那邊玩 玩耍 然後我就會想到 會同一個場景 同一個地方 然後也是奶奶家 大家都在玩耍的感覺這樣 然後我就突然 想到一個旋律 對 然後後來就把它 就 為了這個片段 我就覺得 因為我自己覺得很喜歡 我一直很喜歡這個片段 我就先把它記錄下來這樣子 我就用手機 然後架著 然後把我彈的東西彈下來 因為我其實不太會記譜 我是一個不太會記譜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用手機 把我自己拍的影片 然後到時候 過了兩三個禮拜 已經完全忘了以後 再自己抓自己 對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對 順便練習抓歌 沒錯 可是對象竟然是自己 對 所以這個過程大概是這樣 然後就是想到 童年那時候玩耍的一個時光 這個旋律是從這個點發跡的 對啊 就會想到這些種種故事 所以這首歌的創作背景 其實在講述就是 其實以前我們小時候好像 隨便有一些小東西 我們之後可以玩得很開心 就隨便真的是一個小小的玩具 或是不用很便宜的玩具 甚至我們可能走在路邊 玩石頭也都可以玩得超級開心 那種感覺 可是回想到現在就是覺得 現在我們好像已經沒有辦法 變成這樣子了 就是回到 那麼容易獲得快樂 那麼容易獲得快樂這件事 對對對 所以就是有點在 想要讓自己回到那個 以前那個快樂的童年的時光 這樣子 這個鼠旋律最主要 想要鎖的連結是這樣子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 講講 有點想哭了 不會 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 這個類型會特別發達 你知道嗎 年紀大了 往往都想到比較多 往事 那另外想要問一下就是 你花了多久的時間 把他整個編曲完成 主要我會編完這首歌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 我自己是不太會寫歌的人 其實我老實說 但是我在這之前 其實我也有錄了 我其實已經完成一首歌了 那我自己對於 我完成一首歌的定義 我自己是覺得是 就是你會 會一直想聽自己的作品 然後也會一直感動到自己 這個對我來說 才是完成一首歌 但是我還是有時候也會 讓別人聽 然後如果別人也會很喜歡 其實也會 對我來說也會是一個 有一個加分的自信的那個 對小小的反饋這樣 所以 我其實 在這首歌之前 我還有一首歌 可是這首歌他寫的其實很快 他就是真的是一個 靈光一閃 然後 花個 真的我那個印象蠻深刻的 我大概花 一個晚上不到三十分鐘一個小時吧 我就把它寫完 就非常非常快 好 一個靈感乍線這樣子 可是後來的東西都是 小片段 或者是 甚至有時候 他是完成不了一首歌的這樣子 就是一直找不到素材去把它 所以後續也沒有辦法 有動力把它完成 製作完成 對對對 所以後來我覺得就是 不行這樣子 所以後來 我就換了一個方式 逼我自己去 完成這首歌 就是透過一個契機 就是台灣那時候剛好辦一個比賽 欸 應該是去年 嗎 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 要吃銀杏了 去年 2020 對應該是2020年 就是無頭幫吉他大賽 第六屆 對對對 那時候就為了報這個比賽 我就有一個念頭 好 我一定要報我的創作 去比這個比賽 對 後來我就把這個片段就辦出來 想辦法把它完成 所以你就是利用一個比賽 然後變相的逼你自己 逼自己 去把它完成 對對對 去練習或者是 你知道我那時候怎樣嗎 我那時候就是也是 因為我們很容易陷入一個打水炮的狀態 就是 大家都明明都有能力寫作啊 然後都有能力去創作什麼的 但是 就是 一直說 我想要大 就很多人 那包括我自己 就是會一直說 打架 沒有要站 沒有要站 就是 會說就是 我好想發專輯啊 我想發自己的創作什麼的這樣 然後結果一年過一年 什麼都沒做這樣 然後一直到前幾年 我就覺得 剛剛真的不行耶 然後 我的方法是這樣 我就是 一直到處跟人家講 我明明要罰 我明明也要罰這樣 好方法耶 然後就變成說 然後你會一直時刻提醒自己 大家都知道你明明要罰 然後好像就是 大家 會知道你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或多或少會有一些期待啊 然後你自己也會有一些期待 然後也會有一些變小的壓力 這樣就變成你不做不行 然後所以就變成講了以後 我就到處講了以後 然後就是 就開始 好吧 那我用什麼歌 然後我用什麼東西 我就開始在那邊一直找 一直收集 然後要做什麼事 先做什麼 就開始在文化這樣 對啊 那個時候也是很拼耶 真的需要一點動力啊 我覺得 對啊 如果沒有養成某一種習慣上來的話 就變成你需要某一個 靈感或 某一個契機來逼你自己去做 我執行這些事情 對 所以你這個方法 我倒覺得是蠻好的 對啊 然後 我在過程中 其實也有遇到一些扭曲子 就是 我其實後來 有在尋找就是 創作的方法和感覺 那我之前有看一本書 就是九十讓的書 他其實有寫到 九十讓的自傳 有一本書 然後我有發現就是他 他講到有一件事情 有影響我 就是 他是說創作是需要練習 大量練習 也需要建立習慣 而且是要建立一個習慣 然後他有說很多方法 所以我那時候測試的方法是 我要改變一個環境 我要去一個有靈感的環境這樣 對啊 然後我就後來就想到 因為我是住安平那邊 然後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就是 我有帶一個朋友去海邊 然後就是他 他說是來台南偶爾玩 台南偶爾玩 台南偶爾去海邊逛 然後 然後那時候我帶他去海邊 就看到 那邊有一個很漂亮的 河體 就是 他是延伸出去的一個 水泥的河體這樣 然後很高這樣子 然後他是可以爬上去的 然後他那邊就是沒有沙子這樣 你就可以坐在那個河體邊 然後那邊的 因為他比較高 所以他風也很大 就是會有風啊 然後也比較不會有文蟲的沙子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逛到 才發現 哇這個地方太棒了吧 我就很想來這邊彈吉他這樣 所以後來我就 找到了這個地方之後 我真的是每天 那時候烏托邦前幾天 我就是每天半夜 半夜喔 十二點 一點 因為我想說那時候最沒人 應該是可以彈吉他的時間這樣 比較不會吵到人 我是這樣的顧慮 有在戶外這樣 對對對 我是這樣的顧慮 然後我就每天半夜 我真的是每天跑去那邊 然後每天就完成一個片段這樣 變成你的秘密基地就對了 對 而且真的很有感覺 對那邊對我來說就是 很容易就是專注在那個狀態裡面 對很刻意去寫歌這樣 所以我很多片段就是從那邊 那本書名叫什麼 九尚那本嗎 我有點忘了 那你後面再補充給我 好啊 那能不能跟你借 這個是折制的 哈哈 我想看你這樣講還是講我就想看 那本書好像在廈門 哈哈 有點尷尬 沒關係你那個書名再提供給我 那我再提供給我 大概是這樣子的過程 所以那時候就是 完成很多片段 然後我就不斷的在海邊 就是錄音 然後自己提這樣 我覺得這個練習 想要練習這件事情就是 我前陣子也買了 剛好在網路上看到那個 Joe Robinson他的 那個 他們大師嘛 然後你就會在很多不同的平台 會有一些教學課程 然後其中一個 他剛好在做促銷 在做特價 剛上架 然後所以在優惠 剛上架的優惠這樣 真的很便宜這樣 我還太便宜到 便宜到我一直 你在懷疑 我在分享 沒有便宜到我在分享 他太便宜了嗎 大家快買這樣 買爆這樣 然後我看一看他就介紹就是 他怎麼練習 然後我最近就是在 在用他的方法去做練習 對我覺得真的還蠻不錯啦 其實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跟大家討論 就是 就是 怎麼練習這件事情 不管是練什麼東西 然後他的有一些方法 就是我覺得也 也蠻不錯 就突然想到 就可以講一下這樣 對 到時候可以再交流一下 搞不好 又可以再拍一支影片 耶 又有素材了喔 耶 對 所以這個前後 我大概也是花了一個 這個就比較長 可能一個月 對 差不多我有一個月 其實一個月 也很敢 其實你有抓到重點 我覺得也蠻快的 其實很敢 我覺得也蠻 其實很敢 那時候我壓力蠻大的 但是就是 就是去了這個地方之後 我才找到寫個 的環境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後來真的寫了好幾首作品 在那個地方 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欸好棒喔 欸算兩個地方了 他還有對岸 那你真的算是找到你的 你的方法 對對對 算是有找到 一個空間 這樣其實會讓 我就會蠻羨慕你的 就你有找到你的方法 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發現我在家 就比較容易 沒有那個狀態 然後你有時候 事情你想 會想的比較多這樣 我後來的方法就是 跑到戶外 然後跑到特定的地點 去進行創作這樣 對 那接著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在寫歌的時候啊 你是怎麼樣去想像 這一首歌曲的 你怎麼會決定就是 要把它製作成 finger style 好 甚至就是你 就是邊彈 然後邊響音符 覺得這個音符好 就把它寫下來 還是你先想像了一個 完整的音樂聲響 在你的頭腦裡 可能有其他的樂器 之類的 然後你把它變成一個 演奏曲 喔我懂 我懂 就是怎麼樣去想像 這一首歌 完整的一個狀態 OKOK 好 好 就是我這首歌 其實最主要的 它有一個旋律是 就是有點偏愛爾蘭的風格 然後它是有點輕快 然後我的想像是 有點像小朋友 欸 喔 其實就是這個段落先的 就是 就這個段落這樣子 對啊 它就是有點 我自己就是覺得 有點像小朋友在那邊 所以你在想到 這個段落的時候 就是單純只有這個旋律嗎 還是 就只有這個旋律而已 所以等於說你就先 然後再把它配上和弦 對 沒錯 和弦也是那時候 一起的靈感完成的 嗯嗯 就是最少最少我也有這樣的東西 嗯 然後所以我就 由這個東西去做發跡 就是 我想要的故事走向是什麼 但是其實我的故事走向是這樣 就是 我是一邊篩片段 一邊去想像它 到底是什麼樣的故事件 所以我是編了很多段落之後 我才 我才又有靈感說 欸這個有點冒險的感覺 我就是想要 再讓它更 更澎湃一點 其實就是邊談的時候 那個靈感邊來 對對對 那畫面感才會一起來這樣子 然後我再來另外一個想像就是 它又有點 我自己的想像設定就是 在森林的感覺 嗯 對那種想像出來的森林 然後跟一些想像出來的夥伴 一起玩耍 或冒險的感覺這樣 都是後來再編一些歌曲 我自己聽給我自己的感受 對我是透過畫面 跟故事旋律三個方面一起去做想像和結合 然後一邊聽一邊再去做聯想 才慢慢的伸出其他的段落 就是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還是不得不說 就是因為這 我在做編歌照的曲子 因為 我有說到一個重點的是 其實這個是為了比賽寫的歌 所以我還是有在想一些技巧方面的東西 我當然還是會想說 欸它可能還是要再 看起來再厲害一點的感覺這樣子 所以我有特別編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Fingers Out的技法 嗯 敲擊啊什麼的 對對對 範音啊這樣 我還是有為了這件事情去做編曲吧 這還是有被我納入考量這樣子 當然我的一切還是以 我的那個旋律和氛圍走向為主軸 那你會去想像就是 這首歌對你來講就只有Fingerstyle的聲音嗎 還是它有其他的樂器 就是 因為像我 我的話 我發現我自己 當然這個每個人不一樣 對 所以這個是我好奇的點 就是因為像我的話 我看歌 然後有的歌其實我會去想像 因為我是彈樂團 玩樂團前 對對對 所以對我來講的Fingerstyle是怎樣 樂團的濃縮版 對 依我自己的喜好 去把我認為 當下每一個時刻最重要的聲音 抓下來 放到吉他上面 然後 整個去融合在一起 比如說我 明白明白 我覺得這個段落 主旋律當然 對主旋律以外 Bass跟keyboard最重要 我可能就是把這兩個的重點 看怎麼融合 把它扭到吉他上面去 對然後其他的或許就不要 或者是抓一兩個音之類的 對就是抓你能做的 然後你覺得最重要的 明白明白 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有一些歌 對我來講 它反而不是Fingerstyle 它其實我就是樂團的聲音 我在彈這一個音 但是它可能是場底 然後我在彈下兩個音 就是接著彈下面兩個音的時候 它可能是keyboard 然後了解了解了解 就是我只聽得到 我只想得到 想像得到 想像得到 其他聲音 對 所以我會好奇就是 這首歌在你創作出來的 當下或者是過程中 你的頭腦裡面的 那種想像 想像到底是怎麼樣 我會好奇 了解 因為當然這個 每個人都不一樣 但是我會想了解看看 其實我也是一直有 這個概念 就是對我來說 Fingerstyle它其實就是一個 小型的樂團 對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 這幾天在 這一年 一兩年在寫歌的時候 好像想的東西 都直接是吉他的聲音 對 就是你頭腦 就是在編曲 整個創作的過程中 你頭腦會比較 以吉他的聲音為主 對對對 了解 這就是每個人方法 不太一樣的意思 這個沒有對錯 其實沒有對錯 我會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不同的人 他的 對創作方法 對啊或許都可以是一個參考 或者是一個 對參考 參考 對啊 那你是怎麼決定 因為我聽 你有調選 這是調選 你是調什麼 DAD決定 DAD決定 那你為什麼會決定要用 這個調選法 OK 其實這個調選法 可能 有點像運氣吧 這個就有點運氣 因為那時候 剛好在直直家玩的時候 就在玩這個調選法 但是主要是 就是 我 也剛好是我最近一直在練習 這個調選法的這個調 對 其實我是拿這個調選法 然後彈G調 這樣子 然後我一直蠻喜歡這個聲響的 所以我 我用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調性 這個調選法 這個調性 你彈G調 可以 可以 如果拔掉Cable下去去掉 對不對 哦 你是 我的一集是這樣子 了解 對 OK 這個是我的 自己喜歡這個調選法的 習慣 這樣子 然後我有編 我在這個調性 好像有編了 編了一些東西 這樣 所以那時候在玩的時候 就剛剛好是這個調選法 玩到這個東西 對對對 這個其實有點像運氣 所以 就是對這一首歌曲來講 這個比較 會用這個調選法比較像是運氣 而不是一種 不是 主動的選擇 它不是一個主動的選擇 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對對對 了解 主要是 因為其實 慢慢的有 有談過正常調選 跟 特殊調選 對對對 有慢慢去認識這些 的人 然後又想要嘗試創演做 可能就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 一開始下去 你到底 該不該調 對啊 所以會想要問你這個問題 你到底是怎麼決定的 因為 你有調沒調 因為彈超很多 其實真的差 超恐怖 那個招整個把位 執法 你用的技巧招式 就都會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 要選 但是我選擇這個條選法 我會喜歡這個條選法 也有幾個原因 就是 我覺得它的 空弦的感覺 是我喜歡的 就是 我可以很簡單的按法 按到我想要的和聲 然後再來 我就可以對於 空弦的使用上 我就可以做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空弦的泛音 我就 也不用按 我就可以達到我想要的聲音 這樣 可是這個是如果在 一般條選法 你用理性思考的話 可能就相對來講 對我來說 就會比較難做到 對啊 像這個執法 這個手型可能就是 它可能就剛好是符合我手型 所以我覺得條選法 它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 你可以克制化自己的手型 嗯 有點像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一直以來玩條選法 都是用這個概念下去 下去玩 但是 還不免俗的 會遇到就是 你有時候理性的一些想法 就是你有一些聲想 確實是你想做的 可是有時候可能就會很難按 在條選法上 確實還是會遇到這個問題 但是對我來說這個是 只要是可以克服的 我都會盡量去練 就是練就對了 就把它練起來 不要講那麼多 有練沒練而已喔 沒錯沒錯 就是這樣子 真的 絕大部分好像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前面你已經編的覺得不錯了 後面你 有想到什麼 你其實就會 算了手型就這樣 硬幹 乖乖的放上去就對了 乖乖的把它練好這樣子 ok 我覺得條選法這個也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話題 真的有機會或許也可以 找你來聊一下 對 因為像我的概念就是 會比較是功能型的 喔了解了解 不過 對啊我們之後再聊啦 ok 下一期聊 之後再聊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話題的 哇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用艾爾蘭的風格去 呈現這一首歌 因為講白了就是 我不相信你小時候聽到大的音樂 有這種音樂 對啊一般基本上 多數的台灣人我相信就是 比較少接觸這種風格 那你怎麼會想要用這樣的方式呈現 其實我自己個人的話 我真的很喜歡聽的音樂種類 其實還蠻多的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會想要收集這些 曲風和素材 尤其是自己很有感覺的 這種風格我會去爭 就是你會聽 就是你單純聽音樂 然後你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可是你會發現說你越聽 你會越拼好哪一些 喜好越來越明確 對會越來越明確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就發現 欸艾爾蘭這個風格 一直都是對我來說一個 是一個很有感覺的風格 印象深刻的一個 對對對 所以我其實 我說的第一個很完整的作品 剛好也是艾爾蘭的風格 然後這首其實恰巧好是不行 就是你上一個說十分鐘就寫完 對對對 那個其實是艾爾蘭 那個我覺得比較純一點 那這個我覺得它 在艾爾蘭 那這個在刷的那個 欸對對對就是那個 有拍MV那個 那大家可以上網路去聽一下 追蹤我的Youtube 追起來就這樣 有MV喔 所以你慢慢的聽 越來越多種類的音樂之後 其實你會慢慢的發現說 你自己好像會一直去喜歡 哪種類型的風格 你的音樂的喜好會越來越明確 會越來越明確 對對對 所以說對你有感覺的東西就是那些 然後你後來就可以開始去研究說 欸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後來就發現艾爾蘭這個東西一直 就是都還蠻 影響力很深 影響力很深 我就是很喜歡艾爾蘭的風格的音樂 很多種這樣子 對我清單裡面有很多 我的Youtube清單 可以分享一下 對很多很純的 然後各式各類的這樣 然後我也 很純的 對很純的 超純的那種 對 所以我之前第一部作品就是 它其實一點 比較我覺得我的第一首歌 就是我完成很短時間那個 十分鐘那首歌 我覺得那首歌它對我來說 才是真正的艾爾蘭 然後我這首歌它其實是 比較偏向艾爾蘭的另外一個分類 就是有點像凱爾特這種風格 對 對 那凱爾特其實是一個大類啦 其實還不太準確這樣 然後我其實有研究 這方面的音樂還蠻深這樣子 對 好這個都不是重點 哈哈哈 太深了太深了 我已經快要開始放空了 OKOK太深了太深了 下部影片聊 哈哈 好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你越聽越多 你會發現你在每一塊都會有素材 那你之後創作 你每次想到什麼氛圍 或想到什麼主題 它雖然可能是很抽象的 可是它對你來說 會連結到某個風格上面 會有個感覺就是會連結到那個 比如說你哪天喝醉酒很ㄎㄧㄤ 你就會想彈跳 或者是哪天想很想跳舞 你就會想要彈disco或funk 對我覺得這都是對於風格來講 你如果收集的越多 你在創作上的素材可能就會 你就會越來越有東西可以去做 其實我覺得就是了解自己的喜好 對對對 其實而且你會發現 就是這些就是你平常會想要彈的東西 就真的讓學音樂越久 真的我覺得音樂真的也是一個 自我認識的一個過程 欸沒錯 就是你會越來越了解你 你會發現原來你喜歡這樣子的東西 你喜歡這樣子的技巧 你喜歡這樣子的操作 你喜歡這樣的和聲 你喜歡這樣子的風格之類的 對 所以慢慢的就有一點正反 正反方的開始互相的影響 你慢慢的了解你喜歡這些東西 反過來說 你連結到某一個想像的時候 你會越來越清楚你自己的喜好 原來是什麼東西 沒錯 所以這個其實會帶到之前的話題就是 創作就是你要談你有感覺的東西 你要先自己喜歡你自己的作品 所以一定會朝向某個風格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有這些感覺之後 你才會有靈感往下去把它完成 也比較有動力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當你聆聽的越多 你就會越多東西 我覺得這才是我想說的 所以其實我的作品不只艾爾蘭 我之後會不只艾爾蘭 目前職業好像 真的目前 剛好巧合我發布的都是這種風格 但是沒了沒了 我覺得應該沒了 應該不會了 不會啦 就是 就順其自然 對啊 都做一點沒有什麼不好 而且我相信每個階段都會有那個階段的風格啦 所以艾爾蘭對我來說 剛剛就會有一個連結 就是你會想到森林 然後這種跳舞的感覺 或是在森林玩耍的感覺這樣 對我來說 有哈比人的 哈比人 也可以這樣想 其實你知道我那時候的想像比較中二一點 欸我們應該是差不多年代的 哈哈哈哈 你講講看啊 太怕 就是我一直在想那個風之谷 有沒有 是同一個年代 但是我 我不迷走戲 我沒有 然後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像風之谷的那個 有一個場景 就是有一個魔法森林的場景 哈哈 相信應該有蠻多人有 共同回應 然後這樣就知道是哪個年次了 講到不同的風格 就是 其實慢慢的你彈了不一樣的曲風以後 你會發現 不同的風格 會有一個大眾的操作手法 那不是說絕對啦 但是就是 會有一個大眾 就是你大概這樣彈 就會有一點點像 那個方向 那個方向的風格這樣子 那你能不能示範一個就是 你覺得就是艾爾蘭風的手法 其實我覺得艾爾蘭 比較常見的東西就是 我發現他們很喜歡用 就是你好像一定要一直回到某個音上 所以你的空旋音選擇就很重要 就是要挑選嗎 Pedal Point嗎 那個Pedal 做一個Pedal 持續音 對對對 類似吧 就是你要一直回到那個音 好像就是會有那個氛圍感覺 因為你就是會一直彈到它 就感覺會一直有那個音 聲音出現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 調選法就很好用這樣 那 如果像艾爾蘭風格的話 你可能就是 比如說像這樣就是 就是 它其實就會有 稍稍微會有一點艾爾蘭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是講解拍的話 我覺得他們好像比較多那種 六連音 六連音 就三個組合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保持個律動 然後再一直回到某個音的話 其實就會有這種感覺這樣子 他們是不是很多六八拍的 超多 基本上應該是所有的 好像可以這麼說吧 算是他們的節奏嗎 對啊 他們習慣的節奏 對啊 他們會覺得這樣子很好挑 他們有正常的試試拍的東西嗎 欸我想像 比較流行的有啦 對對對 他們還是有 可是那個就應該沒有那麼蠢了對不對 對對對 你就會聽起來就是會比較流行一點這樣子 對對對 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要傳統一點的話 要真的 非常有那種風格的話 可能就 六八拍會 所以還是要 更容易啊 更直接 對對對 會更直接 所以 其實艾爾蘭他的風格特色我覺得不多 呵呵 特色不多 不會啊 他們音樂很有特色 但是 如果你要講調性的話 還是有啦 他們其實也很喜歡 突然轉小調 所以如果你大調 小調 他們好像很喜歡做這個事情 超愛 他們很喜歡轉那個氛圍這樣 超愛 而且是超愛 其實有點像是你彈到一半 把大調的小蜜蜂 變成一隻小調的小蜜蜂這樣 欸對對對 然後再把它彈輕快一點就變艾爾蘭這樣 然後再來艾爾蘭就是 如果你去聽很傳統的話 他們其實會一直圍繞在某個旋律上 欸我覺得這個也滿重要的 他們一直強調那個旋律 然後越彈越快 會越彈越快 然後 我是不是又講到一個重點 對 然後說不定他們其實會用這個 他們會一直圍繞在一個主題上 然後可能他會突然轉 把這個主題轉到小調這樣 嗯 他們其實喜歡做的事情是這樣 可是他們一定會圍繞在某個旋律上 這是我覺得他 那意思也就是說 我可以想一個旋律 輕快的旋律 然後可能就是帶一點那種持續音 欸對對對 然後大調的彈一遍小調的彈一遍 這樣就兩個段落了 我是不是在教大家怎麼逃獎波 你抓到艾爾蘭蜂 這就是艾爾蘭蜂的訣竅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就有一個Hook 我的Hook其實就是 這個東西 然後我的小調就是最後段 但這個也不是純小調 其實他也不是很純的小調 比較 呃 沒有那麼大調的感覺的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子 像我自己就會覺得就是 會 他會有很多這種空弦音的勾錘 喔 然後要快 你說 對對對 喔對他們的 他們的這種旋律好像是模仿的 有點像那個蘇格蘭底 音樂的感覺就是 他們會吹很快 然後他們的聲音都很輕 嗯 對對對很輕很快這樣子 對我覺得他們就是在模仿 那種東西這樣 因為我聽到這個風格的時候 其實是透過湯米 湯米以前一些歌也有 其實有其實有 不過比較早期 對對對 他後來比較少這種東西 我有聽過 對然後 我也覺得很訝異 我抓到的重點 其實就是 除了持續音以外 就是這種 這種垂垢音 就是那種 就是你只要把那種輕音感做出來 就是 會滿容易有那種 感覺 對對對 你的彈奏裡面也有很多這種東西 就是 就特別會讓人家覺得 欸 就是 就是 有點腳步好像要離地的那種輕音感這樣 那最後能不能請宇哲來教大家一個 滿有愛爾蘭風格的 彈奏的 OKOK 好 那來囉 喔 學會了嗎 學會了嗎 學起來 學起來 好到節目的最後 想要問宇哲有沒有什麼 要宣傳的 後續有什麼活動嗎 然後你的商品要在哪邊可以找得到呢 OKOK 最主要目前會發布資訊的話 我主要是IG還有我的粉專 我們的粉專比較特別的是 我是跟我的夥伴摺制 就是一起共創的這樣子 嗯 那我們其實是主要是在推廣那個Fingerstyle 到時候有一些活動我也會發布在上面 反正上面找得到就對了 對 那時候我們下面的資訊欄也都會有 我也會上資格 對對對 那我最近的這個單曲 我目前是發線上 嗯 那所以各大通路的平台應該都有 有在 大台灣人常用的幾個都找得到 對對對 都找得到 那幾個都找得到 然後我之後的陸陸續續 我會有一連串的那個演出活動 還有到時候這個單曲我也會拍MV 然後盡量關注一下我的YouTube 那還是要主打一下YouTube頻道 大家追緊啦 大家追緊一點 追緊追緊一點 對對對 比較近期的活動是12月24號 在吉他寶貝 然後是跟 啊哈哈哈哈 我要請一個特別嘉賓 一起來演出 是是是是 我們就要一起來玩 是是是 到時候會一起玩一連音樂 對對對 我們一定要玩 來高雄一定要找一下董鴻 大家可以 一起到時候一起報名 大概什麼時候會開始賣跳 活動前兩個禮拜 左右 前兩個禮拜才開始賣 對對對 了解 計畫 所以大家追緊啦 大家追緊啦 那麼接著我們還會有一個影片 是討論整個宇哲在製作這張單曲上面的製作過程 對我相信對有興趣做Fingerstyle的創作製作 發表自己的音樂的人 也或多或少會有一些不同的幫助 或者是一些可以參考的東西啦 所以有興趣的大家就是千萬不要錯過了 好不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